刘慈欣 地球网视系列第二部 黑暗森林 上部 面壁者 罗老师 请您把衣服换了吧 刚进门的年轻人说 蹲下来 拉开他带进来的蹄包 尽管他显得彬彬有礼 罗吉心里还是像吃了苍蝇似的不舒服 但是当年轻人把包中的衣服拿出来时 罗吉才知道 那不是给嫌疑犯穿的东西 而是一件看上去很普通的棕色夹克 他接过衣服翻看着 夹克的料子很厚实 接着他发现史强和年轻人也穿着这种夹克 只是颜色不同 穿上吧 还算透气舒服的 要是穿我们以前那种破玩意儿啊 不闷死你才怪呢 史强说 这是防弹衣 年轻人解释说 谁会杀了我呢 罗吉边换衣服边想 三个人走出了房间 沿着来时的走廊走向电梯 走廊上方有方形的铁皮通风管 他们经过的几道门都是厚重的密封形的 罗吉还注意到 一侧斑驳的墙壁上 有一行隐约可见的标语 只能看清其中的一部分 但罗吉知道全部 深挖洞 广极粮 不称霸 这以前是个人防工程吧 罗吉问史强 不是普通的 是防原子弹的 现在废了 当年可不是一般人能进来的 那 我们是在西山 罗吉听到过这类传说 史强和年轻人都没有回答 他们走进了那部旧式的电梯 电梯立刻带着很大的摩擦杂音向上开动了 操作电梯的是一名背着冲锋枪的武警士兵 他显然也是第一次干这个 很不熟练地调整了两三次 才把电梯停在了副一层 走出电梯 罗吉发现他们来到一个宽阔 但低矮的大厅里 像是一个地下停车场 这里停满了各种车辆 有一部分已经发动 使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味道 车牌之间有很多人或站着或走动 这里光显昏暗 只有远远的一角有灯亮着 这些人都是黑乎乎的影子 只有他们中的几个穿过远处车灯光柱时 罗吉才能看出来是全副武装的士兵 还看到几个军官对着布画机喊着什么 试图盖过引擎的轰鸣声 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 石墙带着罗吉在两排汽车之间穿过 年轻人跟在后面 罗吉看着尾灯的红光 和穿过车间缝隙照进来的灯光照在石墙身上 使他的身影以不同的色彩时影时现 罗吉一时竟然想起了那个昏暗的酒吧 在那里 他认识了他 石墙把罗吉带到一辆车前 拉开车门让他进去 罗吉坐下后发现 这车虽然内部很宽敞 但车窗小得不正常 从窗的边缘可以看到厚厚的车壳 这是一辆加固形的车 窄小的车窗玻璃透明度很差 可能也是防弹的 车门半开着 罗吉能听到史墙和年轻人的对话 史队 刚才他们来电话 说严陆又摸了一遍 所有警戒位也布置好了 严陆情况太复杂 这事本来也只能粗着过几遍 很难让人放下心来 警戒位的布置就按我说的 要换位思考 你要是那边的打算猫在哪 武警这方面的专家多咨询一些 交接的事怎么安排 他们没说 史强的声音高了起来 你他们犯魂呢 这么重要的事都没落实 史队 照上级的意思 好像我们得一直跟着 跟一辈子都行 但是到那边肯定是有交接的 责任分段必须明确 这得有条线 之前出事责任在咱们 之后责任就在他们了 他们没说 年轻人似乎很为难 郑啊 我就知道 你就是他们有自卑感 常伟思高升了 他以前的那些手下 看咱们更是眼睛 长在天灵盖上了 不过咱们自个儿 应该看得起自个儿 他们算什么 有谁对他们开过一枪 他们又对谁开过一枪 上次大行动 看那帮人 什么高级玩意儿都用上了 跟那耍杂技的似的 连预警机都出来了 可聚会地点的最后定位 还不是靠咱 这就为我们争来了地位 郑啊 我把你们几个调过来 可是废了口舌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害了你们 是对 你别这么说 这是乱世 乱世懂吗 人心可真是不古了 大家都把这晦气事 往别人身上推 所以啊 防人之心不可无误 我跟你扯这些 是我不放心 我还能待多久啊 以后这摊子事 怕就都到你身上了 是对 你的病 可得快考虑 上级不是安排你冬眠了吗 得把事都安排好吧 家里的 工作上的 就你们这样 我能放心吗 您 我们 您尽管放心 您这病 真不能脱了 今天早上 您牙医又出血 不止了 没事 我命大 这你是知道的 创我开的枪 臭火的就有三次 这时 大厅一侧的车辆 已经开始 鱼贯而出 史强钻进车里 关上了车门 当相邻的车开走后 这辆车也开动了 史强拉上了两边的窗帘 车内有一块不透明的挡板 把后半部分与驾驶室隔开 这样 罗吉就完全看不到车外的情况了 一路上 史强的不化机 叽叽巴巴的响个不停 但罗吉听不清楚 在说什么 史强不时的简单 回上一句 车开以后 罗吉对史强说 事情 比你说的要复杂 是 现在什么都变得复杂了 史强敷衍道 把注意力 仍然集中在不化机场 一路上 两个人再没有说话 路似乎很顺 车子连一次 减速都没有 行驶了大约一小时后 停了下来 史强下车后 示意罗吉待在车内 然后关上车门 这时 罗吉听到了一阵轰鸣声 似乎来自车顶上方 几分钟后 史强拉开车门 让罗吉下车 一出去 罗吉立刻知道 他们是在一个机场 刚才听到的轰鸣 变得震耳了 他抬头看看 发现这声音 来自悬停在上方的 两架起声机 他们的机首 分别对着不同的方向 似乎是在监视着 这片空旷的区域 罗吉面前 是一架大飞机 像是客机 但在他能看到的部分 罗吉找不到 航空公司的标志 车门前就是一架登机梯 史强和罗吉 沿着他登上了飞机 在进入舱门前 罗吉回头看了一眼 首先看到的是 远处停机坪上 一排整齐的战斗机 他由此知道 这里不是民用机场 把目光移到近处 他发现 同来的十几辆车 和车上下来的士兵 已经在这架飞机的四周 围成了一个大圈 夕阳西下 飞机在前方的跑道上 投下了长长的影子 像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罗吉和史强进入机舱 有三名穿着黑色西装的人 迎接他们 带着他们走过前舱 这里空无一人 看上去是客机的样子 又四排空空的座椅 但是当进入中舱后 罗吉看到这里有一间 相当宽敞的办公室 还有一个套间 透过半开的门 罗吉看到 那是一间卧室 这里的陈设都很普通 干净 整洁 如果不是看到 沙发和椅子上的 绿色安全带 感觉不到 是在飞机上 罗吉知道 像这样的砖机 国内可能没有几架 带他们进来的三个人中 两个人 静止 穿过了另一个门 向尾舱去了 留下的最年轻的那位说 请你们随便坐 但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千万要注意 不只是在起飞降落时 全程都要系安全带 睡觉时也要把床上的 安全睡袋扣好 不要在外面放 不固定的小物品 尽量不要离开座位 或者床 如果需要起来活动 请一定先通知机长 这样的按钮 就是松花旗开关 座位和床边都有 按下后就能通话 有什么其他需要 也可以通过它呼叫我们 罗吉疑惑地看着石墙 后者解释说 这飞机有可能做特技飞行 那个人点点头 是的 有事请叫我 叫小张就行 起飞后 我会给你们送晚饭的 小张走后 罗吉和石墙坐到沙发上 各自系好了安全带 罗吉私下看看 除了窗子是圆的 有窗的那面墙 有些弧度外 一切都是那么普通和熟悉 以至于他们俩系着安全带 坐在这间普通办公室里 感觉怪怪的 但很快 引擎的轰鸣和微微的震动 提醒他们 是在一架飞机上 飞机正在向起飞跑道滑行 几分钟后 随着引擎声音的变化 超重 使两人陷进了沙发中 来自地面的震动消失后 办公室的地板 在他们面前倾斜了 随着飞机的上升 在地面已经落下去的夕阳 又把一束光 从悬窗投了进来 就在十分钟前 同一个太阳 也把今天的最后一束夕阳 投进了张北海父亲的病房中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